字幕《 uneasy looking at the end》 不向祥犬不逃 堅持以理福人 議論擊石 國際環節 李壤奧運已經被付出了 15日的奧運就完結了 也成就了中國在近年獎牌的表現最差的一屆 不過說真的 我覺得今屆奧運是最不想看的一屆 為什麼? 因為始終...我不知道 但氣氛不及倫敦、京奧、雅典 因為這屆巴西來說是近幾屆最多負面新聞 甚至說有人可以走入選手村爆格 包括了默明師 其中一個默明師就是選手那些格 甚至是有很多爭議性 我會覺得沒什麼動力去看 那些人說競賽水平不高 競賽水平不高 不過不是的 你想想林丹對李宗偉 是林丹對李宗偉不是很精彩的 你說李宗偉仍然變成千元老耳 撿不到才好走 贏了林丹,輸了十六 這個也是比較矚目的 甚至乎我們先不說中國玻璃碎 中國女排真的打得不錯 當然是打得好 鐵狼子一馬 狼平 打得很好 真的打得很好 這也是我的深刻印象 即是一個燒鵝的味道 蔗渣的價錢 打出燒鵝的味道 狼平不是蔗渣的價錢 那隊球員 因為真的處於一個交接期 但是你未到成熟期 已經可以在這裡拿到金牌 甚至乎你看到分組賽 五場分組賽 輸三場贏兩場 最後贏了金牌 還可以贏到金牌 還可以反抵成功贏了荷蘭和蔡爾維 不過這個也是令到最後的奧運階段 都有些高潮位 這樣吧 其他主持有什麼印象 這個奧運 其實沒什麼深刻印象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 好多花生食 好多花生食 由宣揚 由宣揚開始 因為他還沒開始 已經有這樣的事件 俄羅斯整隊被人失誤了 但最後都可以參加 有部份 有部份都可以參加 他不是所有部份都被人失誤了 女子參觀跳 沒有了伊斯巴耶娃 沒有了 沒有了世紀紀錄 所以他的紀錄只有4.9米 伊斯巴耶娃好像是5.3米 那麼就刷新了世界紀錄 另外 例如菲比斯 寶特那些 就是那些獎牌紀錄 個人的獎牌 一個菲比斯 就像一個國家一樣 一個菲比斯 是的 又贏了菲比斯 不是 他的花生是回到 最後再說一句 什麼 他可能會移民 是的 他可能會移民美國 那我印象不好 我覺得我贊成 我留在那裡幹什麼 因為他的訓練環境 可能是不滿足過他 不是他訓練在美國訓練的 他不需要特朗爭 就入籍美國 噢 就做美國 另外 譬如說 今年第一屆 開始有難民代表隊 作為左交大外 我這些事情 很樂於見 但當然都是流於表面 因為怎麼說呢 因為有難民又怎樣 還有千千萬萬的難民 還在流離失所 但什麼都好 有些難民隊的表現都不錯 雖然當然是沒有牌 不過有些小國都拿到金牌 譬如說 越南 越南 拿到一金 甚至乎 有點驚訝 日韓呢 其實那個水平發展 是的 甚至乎是打破了 中國壟斷體操界的獎牌 今年女子體操界 一個牌 一個金牌都沒有 全部啊 男女體操界 一個金牌 好像只有一個銅 只有一個銅 這個真是反映 就是 你這麼辛苦 訓練的背後 其實 可能有些制度出了事 就是中國那邊 不知道是不是跟反彈有關 即是 即是 國家體育總會 可能真的 不太行 因為沒有水 嗯 可能 這樣 不過 阿邦邦其實 還未出街 那集 那集 都可能會說 這個 即是 現在中國的運動員 都處於一個交接 有很多青黃交接的時間 其實都是比較差 而且事實上 那個訓練 那個 即是 例如你做體操 那些 本來你由 領先世界十幾二十年 變成 很多世界其他地方 那些訓練方法 都追上來了 變成沒有那個優勢 其實說真的 其實開始 有些東西 他是拿不到的 就是拿不到的優勢 即是 由體操已經看到 甚至乎 你跳水 跳水 不是全金 你不是拿太全金 不是全金 當中是有些國家 是拿走了 是的 甚至乎 你不要說 英國那些上來 英國真是 有復興之勢 是的 Gb 所以你叫今天梁振英 如果網友 你留意一下 今天很惡言 他竟然說 他竟然說 我們要向英國學習 我心想 你邀請中國運動員來香港 那個記者會 走去說 他竟然說 我們要向英國政府學習 我早就說 梁振英其實是英國的特務 他的名字就知道 梁振英 是振英 他又不是叫振華 你不要忘記他爸爸在哪裡 以前是港督府 是的 他老婆在哪裡 英國 是的 不是回來了 無論如何 中國有部份的優勢 真的少了 是的 不過沒有所謂 對於我這些 就不太在乎 我唯一在乎 因為我爸爸身體不好 他就 中國有牌贏 他會高興一點 中國沒有牌贏 我經常怕有針撞病 所以就懷疑 這是我懷疑 其他人 誰拿什麼牌 我是完全不擔心 這屆奧運 都是有這些難忘的事情 不過主辦國沒有了主場之利 他拿的金牌好像不太多 只有一個足球 足球 柔道那沒有嗎 柔道那沒有 不知有滿多 我好留意 因為主場威力都頗大 例如北京奧運的時候 中國真是主場之利 是拿到最多金牌 壓到美國 當然 你至少腳底 他有那麼多 總獎牌 總獎牌 是不夠美國多的 是的 多數都不大 如果說完運動那邊 可以說一下閉幕禮 其實閉幕禮 其實閉幕禮 大部分時間是不好看的 是悶的 因為我早上六點半的時候 教來看 上班的時候 就覺得不行 真的不行 因為看TVB 那順帶都說 TVB這些樸術真的很垃圾 不要理會了 尤其是 先說一下 荷蘭跟雷Sir說話 雷Sir說話 雷Sir說話 排球一流 當然 當然 我先去吃一碗叉燒 吃叉燒 但是荷蘭說 人家說一下 中國對蔡爾維是長幫 他去說其他國家的幫 人家當然不理會你 雷Sir 你怎麼看雷Sir 這些事情 我以後再跟你說 正在旁述這樣說 我心想 真的 很不行 整個這次對Crew的 平術其實很差 因為沒有了以前 徐家樂 甚至石金華 原來石金華沒有 最後明珠台也沒有 沒有 在雍金華 我記得有 在雍金華 但沒有石金華 但丹利爾 在白西那邊 香港還有一個 另一個名字 忘記叫什麼 但真的沒有了那個 人育字典 人育體育字典的全家樂 真的差一點 因為2012年奧運的時候 他們破天方 和亞視合作 那時候 最下一次 合作一起播奧運 因為友善拿了奧運拳 那時候 看到兩台精英評述 全出來 我其實很感動 甚至乎 2008年 顧老闆 顧紀君 都很棒 甚至乎 謝雪芯 謝雪芯 講這個 冰分球 很棒 謝雪芯 真是芯姐 猜不到 是否有粵劇 不是粵劇 他有玩過渡海泳 不過說回到奧樂禮 最後令我很驚訝 就是講下一屆主辦城市 日本東京 第二次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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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搞了 第一次搞了 上次好像一九六幾年 有沒有試過重複搞的 有很多 你倫敦 阿浩倫也搞了兩次 歐洲那些國家也搞了很多次 加年也搞了兩次 OK 然後我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有驚訝呢 是因為他融合了 日本第二次的軟實力 就是動漫文化 哇 Jimmy很高興 不是 首先他開幕 一群運動員爆出來的那一幕 這麼像漫畫的那一幕 整群運動員 很難形衝出來 衝出來 衝出來 有跳水 排球 那些什麼 那個畫面很漫畫化 而且我覺得是挺震撼 多了 夢幻加Mario 那種感覺是很熱 甚至有吃鬼 有跑步 有跳 Hickman 在這裡 用天堂 最後很驚訝的是 誰呢 安慰晉山 扮Mario 對Mario 有一條水管 多了 幫他踏一條水管 理論上是會有銀針出來的 他用過鑽 東京鑽 在你那裡 跑出來 走出來 哇很棒 完全符合殺日本的動畫 和白日堂 很熱血的動畫 實在非常精彩 還有他那個東京市長 那個 那個 什麼白鴨子 小泉白鴨子 不是小泉 小泉白鴨子 小泉白鴨子 他拿旗 總之你看完 你會覺得 那個是我們熟悉的日本文化 不過都很開心 因為至少你來界 搞那個奧運 數一個小時 什麼 提了一個小時看 提了一個小時看 一來 二來真的 如果你有預力 真的可以去到那邊看 是啊 這個 還有肯定就是說 他搞一定是好過你 是 我也相信是 還有也都警告 我在嚴重警告 巴西 完了 我暈了 那些爛灘子 是有很多東西要做的 小心做人 不用政治清算 不是 已經清算了總統 總統清算了 阿羅西夫 沒有 不用坐在家等 我們擔心安倍 可不可以去到2020年 安倍應該不行 不行 因為你手上 一連兩變 反而很抗傷 不過他已經做得長 過小泉白鴨子 是啊 那已經是 不是 你和安倍你翻桌 可以 翻桌 不過安倍的情況 都是嚴峻的 因為現在日本人 開始對於 所謂的安倍經濟學 開始有很多懷疑 因為覺得 其實不太救到經濟 其實 因為你看到很簡單 香港的港幣 港幣對日子的日子 又升了 你根本 你根本 壓不壓下去 壓不壓下去 你根本壓不壓下去 你這樣就刺激不到消費 不過以某些香港人來說 就說 我十算到他 這樣 第二個家鄉 第二個家鄉 台灣之後第二個家鄉 我這個暑假都去了三個星期 你去了一整個月嗎 我去了三個星期 真的很好玩 是的 那 文章還要學我們這些 波連心 但是都很強 真的有些願景 就是說 2020年都經過運 都 我希望他 是 搞得好過利潤 一定的了 我相信會的 至少治安 還有衛生 日本質素很有信心 對 沒錯 我們有四年之約 看看2020年 我們四個 四條一起去 是的 今天我們做了五節節目 都不夠以前那麼長 是的 那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那下集再說了 好 拜拜 拜拜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 是